塑料袋 那我们第一步呢 是先把那些袋子呢 把它打开 铺平 弄平了之后 我们把它折 大概三四次 把它折好 这样很平整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头尾都剪掉 然后 把这个塑料袋 完全地打开 弄平整 你看到就是一个 两层的一个材料 然后再折 下一步呢 我们就会把它连接起来 变成可以用来勾边的线 我们把这个打开 打开两条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 把它这样绑在一起 它就会绑成一条 很长的编织线 先把这个绳子 搭过去 在它的上面 然后 这样翻过来 卷一圈 如果你怕它松掉 卷两圈也是可以 然后你把它抓紧 然后在前面 翻过来 也是把它抓紧 然后穿过你刚才 拉出来的这个 这个洞 我们已经把包包的 开始的这个部分 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怎么把这一条 慢慢会变成这个包底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其实我们是从中间 这条线开始 慢慢一圈一圈的 一直加 然后兜着这个绳子 一直加针呢 慢慢就会变成一个包底了 不断地重复 这样就完成了 把后面剪掉 前面也是剪掉 你看到这个部分 我是预留下来的 我们把它打开 OK 好像刚才一样 把它折起来 然后预留一小部分 我们是不剪的 我们把这里剪 剪到我们折的部分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把它剪成一条 一整条的线 在头的这个部分 做个开口 斜斜的 然后跟着这条线的方向 斜斜的剪 剪这边 然后你的塑料袋就会慢慢变成一条 全部是连着的 一条很长的塑料袋线 这个盒子 从这个开口这边剪它 剪到底 要注意你剪的时候呢 要一刀到底 首先呢 你把这个绳子 在其中一条 去把它打结 然后呢 就绕着这个盒子的这些边 一前一后的 去绕着这个盒子走 这样一直 前后前后的这样绕着它走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像篮子一样的盒子了 然后做了一个麻花边 先把这些塑料袋 把它折好 然后剪成一条一条 大概0.5厘米宽的 一些长条 把它组成三条一组 我们需要用到六组 就是等于总共18条 这样的细长条 我们需要用到一支铅笔 我们把三条绑在一起 把它稍微拉一下 好 在铅笔上面打了六个结了 现在我们做这个 回形针的部分 因为这个回形针呢 已经是一个三角形了 所以我们把它 可以这样打开一下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 铅笔上面的打好的结呢 要移过去 这个回形针上面了 在这个铅笔的头那里 退出来 换到这个回形针的角上 然后你喜欢怎样的长度 你可以自己去剪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了 今天的诗诚有约就播到这儿 欢迎浏览八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诗诚时事 飞速页面 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